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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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彩呼吸灯 四地扶手 内置蓝牙音箱 电竞选手爱用的电竞椅 智慎之道 掌指之间 狼派电竞装备 WCA2016唯一指定外设剑鼠品牌 极客 极致 极库 西伯利亚专业电竞游戏耳机 带你来一场身临其境的战斗 挑战1500万总奖金 竟想DOTA美丽 英魂之刃 4000万玩家的共同选择 微端精品 3秒下载 热血赛季 英魂喊你战一起 好 我们还要感谢 龙珠乐视体育 虎牙出手TV 斗鱼TV 搜狐体育 火猫TV 环境护鱼 爱奇艺 173直播 腾讯视频 小米战机TV 华珠PVTV 搜狐视频的水游戏 优虎土豆 微精电视 玩家赛事 KK直播 新烂赛游戏 全民TV 网易CC CiBN 手机电视的大力支持 今天这场比赛应该是八强赛了 对 八进四的比赛 我们接下来将为大家带来的是 Snake 李博和冰蓝飞虎的一场比赛 八强比赛的话是那个四班一 征服三 对 看一下这个八强这个分组 呃 现在说一下就是说八强是线上赛 然后四强就应该打到这个线下第一赛季的总决赛了 第一组是李博 Snake 李博对冰蓝飞虎 然后今天晚上第二场比赛是牛逼的若姬 对好球员张博 然后明天的下午比赛是小鱼大线人对战 Tenry Sama 然后晚上的比赛是斗英魔法之双对战 蓝胜者 对 这八名选手我相信大家如果是经常接受如实的话 都应该知道 都已经是很熟悉的了 对 这个圈里非常有名的职业选手 对 好 您看一下这个李博跟这个冰蓝飞虎的职业吧 嗯 李博这边的话职业是法师牧师术士战士 然后被搬掉了战士 然后冰蓝飞虎这边的职业是法师牧师萨满德鲁伊 被搬掉了德鲁伊 那我们将看到的是法师牧师术士对阵法师牧师萨满的一个对局 有意思是他们两人都选择了术士 都选择了牧师 对 都选择了牧师 你对牧师目前这个形态你觉得什么样的形态比较强 好 先开始第一盘 我觉得可能比较比大家比较喜欢用的应该还是环木 环木 好 先看看第一场比赛 这应该是宇宙术对阵冰法 冰法 这个对局其实是目前说控制套比较常见的一个对局 冰法可能会控制这个术士血线在22点左右 因为太高的话就是没法斩杀 太低的话它会把血加回来 这个李伯这个术士带了融合 可能是一套稍微偏控场的 可能他带斩杀 对 就是因为知道他有没有斩杀 如果说不带斩杀的话 打这个冰法并不是这么好 还是带斩杀的比较好一些 因为有可能伤害不够 因为他一直到私费他才能发力 就是前期可能给冰法在血线上的压力不是特别大 飞狐带了冰法 飞狐的冰法我还是比较熟悉的 就是上一个赛季就是他的冰法 不管是在这个 就是去年这个线下总决赛 还是在这个最后的全球总决赛中 都分别被关了 非常惨 对 我也看了他那比赛 这次能不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其他 这是什么buff 叫嚣中式 叫嚣王牌 他如果带叫嚣的话 很有可能是带那个斩杀的 不一定有叫嚣王牌 也是一个配合 因为他的卡位比较多 这套玩一般我反正不带叫嚣 可能偏控的多一点 他还带大王 这个冰环末日 场攻其实还是稍稍有点高 8点 我觉得可以不理 这个沉默 但是如果说天使手冰没有别的适合上场压场的随从的话 我觉得其实可以考虑 其实主要在于这个 其实主要在于冰法 如果六个位冰法不出大地的话是可以忍的 出大地的话就比较难受了 对 他可能想到就是飞虎这边 但我们从上电视角看狐狸这边是没有那个大地的 飞虎的手牌确实不太好 就是很好 没有过牌 对 冰法就要大地过牌就有 其实冰法这边的话血腥压力不是很大 但是主要是没有过牌 就稍稍有点困难 他这个手指的伤害其实还是满足 但是因为这些伤害不能一波打出去 人只要加一口血的话基本上就 把这个铲目 本来生命再加回来 打了一下女王 我们看到狐狸这边是带了一个机械绵羊 一个 他的冰法一般都带一张 都带一张这个是吗 我记得他以前喜欢带那个豹牌鱼 现在那个豹牌鱼可能很少出现了 带绵羊有可能有很小的概率会是那种 就是疲劳法 但我觉得应该可能是很大的 是 这个场面飞虎其实挺难 因为手里都是一些直伤 老司机也没有太好的价值 来了个冰环 但是我觉得他应该不会交 对他需要过牌 肯定是 这应该打一下女王 把小伯伯老司机送 要把女王点死 感觉李伯的手牌很好 就是首先这个雷动在手 还有赛部 好我们看天使这边带的是那个 带哼哈二将的 对哼哈二将 费尔跟自弹阿格 偏战场的一套宇宙树 其实是不是会爆张牌啊 好好像是的 是吧 他抽了一张 多抽了一张 蝶丝女王上大地 这张牌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关键的牌 对 被爆掉了 但是其实我们知道就是兵法打宇宙树的话 大地是一张很关键的牌 是 因为我们知道的是 这张老司机非常的文件 这张爆的其实真有些心疼 因为雷诺的话肯定是不到一个血线 不会出的 是的 就是说22鞋左右出来都没有意义 这个老司机爆的真是有些可惜 李伯可能就是他抓牌的时候 可能没想到那么太多 暗影烈焰 因为他有王牌 这个只要小心 他不被安东尼亚斯开刷就可以 他也有这个罗路赛部 安东尼亚斯加冰环的话 想刷也不是那么容易 对 这个飞狐 虽然天使爆一张牌 但飞狐这个手牌 想获胜的话还是很难的 对 因为我看到那个宇宙树一般这边会带比较多的奶 大地环 是 宝斯基雷诺 然后天使这笔手里面竟然有三张奶 其中还有一个 临时商贩 对 有一个商贩 是 崔胡 他想赢的话 我觉得可能 就需要把这个伤害在 至少在两回合之间打出来 但看到李博手牌 就算你两回合之间打出来 我有机会把这个血再买回来了 好 他就选择过牌 应该交过冰环吧 我觉得 应该是要交冰环了 如果来张末日降临就比较稳了 可惜没有 这个伤害已经不能再忍了 我觉得 好 其实再上一张苦痛 这两张苦痛还可以 那边也不会交地狱链的 就是像兵法打牧师 或者打那个宇宙树这种奶 还有包括死鱼鳍吧 打这种奶水比较多的职业的话 一般来说都是要把伤害集中在手里面 最好是在两回合之内 甚至是一个回合之内打出 要不然就是这些职业的那个回复能力太强了 尤其是打宇宙树 就是你不能把伤害就是一股脑打出去 因为很有可能对面就有一张雷诺 你所有伤害全部浪费了 因为狐狸这边是下过大地的 所以天使那边其实还是有点虚这个选线 所以他这一回合就压了赛部 看一下飞鸿还有12血 长攻是11 那边肯定不能变大王 没有其他伤害的话 这个兵还能再扛一回合 对 要不要下末日加龄加七根血 因为冰环已经全都焦了 好点脸1 这个15血是一个挺危险的一个东西 就是双火球寒冰剑 应该会哪一口 我觉得可以天使这边有雷诺的话 可以先用李奶奶找一下那个伤害 对找一张叫嚣 这是什么 这什么牌 悬在空中 从左边的第二张融合 不过其实意义不大气 可是说天使上班找一张伤害 先把这个伤害打出来 他还是选择回血 18血其实也挺危险的 也挺危险的说实话 人大地buff过 就是说还没捡冰箱冰箱 来个冰箱 伤害好像是11 好像差1 应该是差1 算是什么 6加6 6加4 差1 点一下的话是那个 6加4不是差2 差2 他可以火冲点一下 不用是够的 对对对 但是 这波起码要打一分 觉得吧 出大法师吧 出大法师 双含冰箱冰箱 先打出去再说 可以考虑刷一波 如果对面哪的话 红红喷 因为有第二个冰箱 还可以 冰箱第一个肯定是交 因为对方那赛部已经交过了 所以说下坡还是能够传一波的法术一块爆发了 他选择 他可能觉得要 一会儿要把他最后秒了 不想给对面这个 加太多血的机会 他觉得最现在产空 就是说已经 上回打不死 结果可能还是打不死自己 他想等第二个寒冰箱 但是19血的话 听说这边也不会选择去抽一口 他应该是让过 我觉得可以加个大级环哪一下 因为22血 就是一个标准的一个 这是什么 炸弹 炸弹 那这边破冰了 破冰了 这锅抽的炸弹是吧 应该是这锅抽的吧 哪一口 天神手里有一张大王 有一张雷诺 就是你的 能接两次那种极限的那种血线 这怎么办 红龙加冰箱差一倍 红龙肯定是不合适的 其实我觉得上一回合可以考虑去喷红龙 或者说大法师刷一波的 他考虑上海如果喷的话 这锅冰箱肯定会打出来 然后对方起码能奶自己两次 就是想把对方打死其实挺难的 他跟炎豹打那个融合 就是想要找到第二个这个冰箱 或找到第二个火球 他这个费用是够的 刚好是这个十个费 他觉得对手上海没有把冰箱打算 这会儿也应该打不出来 所以他就准备就是说融合解 要承受以后 但从现在来看 起码这个作战计划是已经失败了 其实狐狸可能考虑 就刚才听说那边只交过一个商贩 然后下一回他如果神臭 一个冰枪或者神臭 因为对面 学法应该都可以 两个老司机 然后零神商贩都已经交了 好 现在12加10刚好是22点伤害 看这个李波能不能够 使用这个雷诺 我觉得 他我觉得天使如果求稳的话 这一刻我能把冰箱打出来 他应该会交雷诺 以防万一 对 我觉得交完雷诺的话 最后红楼喷你是来不及的 对 因为两个冰箱已经全都交了 而且两个冰环已经交到了 对 费用是绝对不够去控场了 是 就看这个 他场飞 我肯定不是一个宇宙兵 如果这时候冰法扔出一个雷诺 那还有可能 就是说 还有机会 被对手算到 好 他应该交 那这个交了之后 费用 应该是没有机会赢了 因为他先要解决成功 然后再要存伤害 好 伤害 伤害应该不够吧 肯定是不够的 费用也不够 冰甲 骗谁 这你在骗谁 那是不是要交一个 你的 你有第三个冰箱吗 你在逗我 他如果要把伤害 打在随从身上的话 也没有赢的机会 解一个 算一下 你肯定是死的 长弓都够了呀 这里可能还需要 小弹冰箱 长弓不是9吗 那对手30去 可以考虑火球 再解交4-6 必须解交4-6 不解4-6的话 对面那个变大王 你就死了 问题是 他这个冰箱 最多只能撑一尾盒 就算打不出来 你下回必须要交红红 好 他选择放弃了吗 打脸 应该是解雷诺 动下雷诺 感觉飞会这个冰法 打的每次都是 这么多 我看着感觉 不过说实话 天使那边手牌也很好 是 天使把抓来的手牌 所有拿 还包括大王 还包括一个赛部 对还有赛部 基本上打这个冰法 所有东西 全都抓来了 所有的冠军元素 都在手里面 这应该不会解这个吧 不会解这个 好 暴风雪也没用 暴风雪会被大王打死 可惜他永远这个红红 就差一回合 如果他看那个 延爆不解对面的融合 他红红喷对面的话 那对面下锅 应该是先出雷诺 先出雷诺哪一口 然后把你的冰箱打出来 把你的红红给你换掉 然后你挂掉冰箱 然后再开始慢慢的 这个长路 也不是没有机会 但总的 他这个有雷诺在手 把这个飞狐 所有计划都对 其实那个 那边宇宙树 他出那个 Low赛步没有起到一个很好的控场 其实一般没有开过 但是他当时血腥是16血 所以他比较担心 因为肥虎这边是那个被大地紧过肺的一个情况 你说肥虎这个兵法又被关了一次 看后面他这个兵法能不能从对面 因为对面是有这个 是有这个牧师的 对 是有牧师 牧师炒兵法还是相当比较简单 应该至少有七三开吧 估计李博这个法师我觉得大概率也有可能是一个兵法 因为火药法他玩的不是特别 我没见过他比赛用过火药法 他的搬选的话 他是搬掉了狐狸这边的德鲁伊 所以大概率应该会是一个兵法 对 如果是火药法没有必要搬掉德鲁伊 那么我们恭喜一下天师这边跑掉了一个宇宙树 还剩下一个法师和一个牧师 对 法师和牧师 我觉得牧师的话还好 因为牧师除了打兵法 不打散马是比较不错的 然后牧师打竞技 其实牧师内战的话是一个很有学的那个东西 对 就是好像就跟战士那样 不要让自己的北军过抬头牌 不要让自己有两个北军同时站在场上 防止对面一个环之后 让自己抓过多的牌 打牌库爆空 但实际上就是现在的牧师内战 我打过很多场 就是一般来说就是如果能站出场面的话 也是很好打的 真是火药法 真的是个火药法 那为什么办德鲁伊呢 那我估计狐狸这边肯定会是那个树 可能它是那个树 宇宙树也非常怕得 然后战士也非常怕得 环木也不是特别好打 所以怕得吧 那狐狸这边可能有一点那个难过 因为它杀满的话 它是想去抓兵法和牧师 我觉得都可以打 色马这个职业 我觉得这个职业是这个环境来说 虽然是快攻 但不需那种传统的 比如战士啊 牧师环快攻的职业 不是很虚那些控制卡组 哦那这个 好这一看就知道 对这个 可能会选择 这个血丘人有点厉害 那边好像几个都清不掉的样子 好像是 对然后再战一个这个火焰杂帅者 嗯 两个23 这个镜像尸体从这个飞虎手牌看是没有任何用的 对那这个贴师可以没有三费曲线 飞弹你敢不敢赌啊 哦还真的赌了 能不能中 一下 哦好吧 这个飞蛋有点 这个血之人一下 对 只能点一下了 好那这里的话应该是摇一个图腾吧 摇个图腾对 是不是治疗图腾 如果是个治疗 哇塞 那这把我估计天使应该走远了 那我觉得天使这个手牌 起码来说这几回都干不了 火球姐这个血之人好亏啊 但是好像也只能这样了 对然后下把出赛部强行封一波 嗯他可能希望寄推这个 呃就是去虚料 是不是给一个很好的这个 哦这边可以直接先上一个板杨 看一下能不能来一个射箭 德偶一的技能好一点 德偶一配合锤子 对他现在这个他应该想要一个德偶一的技能 或者说是猎人技能 德偶一的技能配合一个锤子的伤害 对还可以每一回还可以跌紧下 对对对 那这些肯定是压一个赛部 但是天使这边的话就是只有 这个锤子 对 这个感觉李波这个 真的是走远 两盘这个赛部都没有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风对面磨的效果 但是没办法他无非只有这个生物 或者说上一个那个虚拟大师的话感觉站不太稳 因为这有三冲不会理你的 不会理你的 嗯下把伤害应该已经够了吧 手里7点场上4点 过载过载2 4费 嗯伤害刚好够 吹弹 好 好成功了打死了治疗自腾 嗯 GG伤害应该是刚好够 刚好7 呃费用 7加41 呃费用 费用不够 对对 费用不够 差一个费 他解锁完之后 如果有7 再多有7个费 刚好打死 就 先把招都用了吧 嗯 其实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必要去那个 上上上随从了 因为28血基本上是不可能死的 就是 冰 就是这个火药法 他毕竟没有奶 靠这个奥秘如果能够撑 最多只能撑一个回合 嗯 你就火虫点一下基本就死了 对 防守对面冰夹嘛 解锁火虫点一下 嗯 我觉得这里可能交火虫好一点 嗯 他要上完回吗 好 哦 他选择了 这个也是投的非常快 嗯 就我一直觉得火药法这个职业是 非常非常看排序的 尤其二合有没有科学家 二合上无论这些都不是很忙 就科学家对他的意义 实在是太大了 对 有些时候就是可能骑手两奥秘 然后没有科学家 对对对对 那种感觉非常的不好 因为火药法那些大风 大飞生物也很多 比如说这个蓝龙啊 呃 这个虚灵法师啊 这种东西 虽然实在话 你武飞 之前你没有动作 武飞之后出 人可能就已经 忙忙多的生物已经看着你了 嗯 嗯 那好 那剩下的 还是法师和牧师的一个内战 呃 法师 天师的 法师被关 飞虹法师也被关 火药法打兵法 火药法是占优势 对对对 因为火药法 它就是有很多法术伤害 它不需要去随从去打脸 对 尤其是火药 火药本身的伤害非常厉害 伤害是非常高的 呃 两边都是我们一个法师 一个牧师 嗯 嗯 你觉得他们会用什么出战呢 都知道对方形态 在这个情况下 我觉得狐狸这边 可能会选择用牧师 用牧师 对 看如果能抓到火药法的话 然后让牧师跑掉 我觉得还不错 嗯 我觉得他们两边都是火药 最近我们飞狐练的也比较多 就是经常是打征服嘛 嗯 它用的应该是环母 天师我觉得也应该 应该都是环母 因为环母是 应该是这个环境当中 比较厉害 冰法打火药 那看这个 飞狐的运气怎么样 起手还 不太好吧 没有科学家 哇 天师的起手 天师这边也不是特别好 都是法师 这个 镜像实体容易出很大的问题 千万不要挂 对 被木耳将人就太惯 所以这张牌是 永远卡在手里 天师这边起手 全部都是法术 是 看看传送门 能不能 上下奇迹 给一张 比如说 科赞秘书师之类的东西 火药来了 火药来了 那就不一样了 这个火药飞后是清不掉了 来了一个 出吧 女人领军 可以 三分 还不错 刚好 两飞上一个三三起 是不亏的 可以 这边上一个护甲 然后那边我觉得就可以 出火药 然后硬币 奥尔卑大了 可以 就开始刷了 可以 这个火药肯定是要造成一些伤害的 要不然中了一个火球就很亏 不光是火球或者寒冰镜点一下 都不是很舒服 那飞狐这边就好难受 好难受 不知道 根本解不掉 对 这个火药真是如说一个卡莱猴康的刺一样 怎么办 神抽 神抽一个法术 没有用 那应该会上 上血法 点一下 这个火药 感觉这一个回合的博弈 这个飞狐就已经落后 不止一星半点了 寒冰镜打脸 法力扶龙 寒冰镜打脸 对 然后 大概率火药是死的 不死撞天也 有所谓 大概率这个冰法 这个是个血法 对 看看能不能来个末日 末日冰环 末日也不行 对面有一个火球 还有一个火药 很有可能把末尔打死 这个火药真是这个冰法最痛的一个点 这地方我觉得可以直接打脸了 然后法力扶龙可能考虑换一换 不好一个火药 看金矿 看金矿 肯定是要撞 那就撞脸了 他可能不去管 13血 因为剩下的随从场中也非常高 这个火药终于死 那应该是寒冰镜冰枪点掉一个吧 他要挂冰箱吗 他想下回合直接用AO疫情场 对 下回合练风 那这个天虚手里的伤害已经没有了 看天虚这边会不会 拿这个镜像装一波法术反制 我觉得他可能也不太敢 因为你装不装的情况下 如果很有可能你后期还要战场 这边出一个末日 你直接就崩盘了 好 这个末日摸到了 但是我觉得天虚这边应该是 要不要裸下大法师 偏一波 我觉得可以考虑 好上赛步 以为队员毕竟还有只有六旋 冰法术自己已经交了 冰枪冻住 冰枪接末日 好像这是唯一的办法 对 那这边的话 狐狸这边应该是抢到了一波节奏 那天虚这边可以考虑挂不挂这个镜像了 应该我觉得还是不会挂吧 因为可能还有第二个末日 那也只能右手第一张了 是 他挂了 他觉得有一个末日已经够了 你抓第二个的概率比较显 对 火把 出大地的话 出大地没有办法去剪 那应该把对面苦痛拿火把砸掉 点掉那边的招潮 他会不会选择点自己过牌 我觉得应该会点对面吧 因为毕竟六血其实来看一见 冰箱就出来了 好 手盘现在双方耗的差不多 对于冰款来说 可以删过563看看有没有吃杀 奥秘有没有什么冰箱之类的 三张牌都不是特别好 都没有 因为冰甲一个东西 你挂一个奥秘之后我觉得 其实拿一个奥秘挺好的 因为这边肯定不知道对面是什么 对面猜 又来了一个木鱼 肯定会上 我觉得这肯定 但一般的人不会拿几项尸体 对 我觉得他应该出 应该出 我觉得应该出大法师了 我觉得应该出大法师了 大法师接冰箱 冰枪冻珠六三 是有机会的 他还是被骗了 这个机会 那这个冰箱等于白交了呀 打脸吗 他想去试一下是不是蒸发 我觉得其实可以考虑打一下六三 他等于要这个火牌法加了八点血 这个冰法获胜的机会更渺茫了 本来伤害就不足 是 也没有手牌 有手牌其实大法师刷起来是可以的 上砰砰了 怎么办 这个飞狐这个冰法 有可能会被炸死了 就算没有这个砰砰 他都很悬 看一看 炸弹 2 1 诶 没炸死 那我觉得要不要上大帝啊 应该会上大帝吧 大帝接苦痛之僧 可以考虑 大帝再不上的话 我觉得这个大法师 或者 他点一下 点一下 你这五分你能干什么呢 除了加一个奥数智慧 还行吧 还算可以吧 摸到一张可以上的东西 所以我这下应该上 结果应该上大帝接苦痛跑一点 大帝苦痛啊 下手点一下苦痛 看看这边有没有伤害 还是没有 嗯 没有 这个手牌 拿个复制怎么样 复制其实他没有什么机会 可可以特别好的那个什么 他他可以挂上考虑 来我点一下对手 是我觉得 哦他选择还是上来的科学家 嗯 那这个火虫肯定是要点一下脸的 还有医学怎么办 来一个老司机 这应该就批了吧 老司机之前用过了 大法师应该就 暴风雪 反正这个 哎 这是什么意思 点自己是什么意思 他找第二冰箱 再撞一下 手牌是 抓牌 如果再抓牌的话 左手两兵的两一个随从 还是上不去 这个 这个不好吧 我觉得他大帝如果早出的话 其实是有一丝计 我觉得对面 想几个大帝必须交一个 烈焰风暴 对 交烈焰风暴 你这个大法师接冰 接这个寒冰镜或者冰枪的话 是有机会刷起来的 所以我觉得 是不是应该早出 战队不过就是 就是出苦痛点一下 那你那个回合 我觉得出大力会比较好一点 好 这个地方 寒冰镜 就刷个火球吧 其实寒冰镜火球效果是一样的 并没有什么区别 活力这边清不掉场 就没有任何的办法可以去清晒这个大法师 首先他这解决大法师 再次需要把自己的生命保住 火球 没有过牌肉与GG 好 废后的兵法又被挂了一次 感觉 他这个兵法打的 也不能说有问题 但我觉得那时候应该是 大力接古东师僧 我感觉他还是让了比较多的节奏 是 他想的是 就是大力如果不buff太多手牌是没有意义的 实际上我们要考虑到火药法 他那边是需要用法师或者是用随从交换去解你的随从的 是火药法打兵法本来就很难优质 加上这个飞狐手牌 对前期这张火药在很长 3-5火药以后才轻掉那火药至少得输出了十几点伤害 就把兵甲那个甲都已经打没了 那么这个李伯就现在只剩一个牧师 然后飞狐是剩了这个法师跟牧师 飞狐这边其实还是有机会的 对因为法师打牧师理论上来说机会非常大 对就是红龙之后一定要两红核把对面打死 对对 不要让对面 不要给牧师抽到很多奶的机会 对不要让对面比如说图哈特别完之后快速去聊 快聊乱七八糟一些东西 牧师的话我觉得 牧师第二形态是不是应该是龙牧 对还有一些那个核弹幕就是没有法强的一些牧师 好这边果然是一个冰法 环牧吧 看这个应该是也有可能是恩子牧 这个死亡灵魂我发现这个冰法打这个牧师 不管这个对面是什么东西 只要天上维能恩泽 你只有末日冰魂才能解 对 如果就是没有断六费 就是牧师这边有埋葬 或者说他带一个痛的话 其实末日冰魂是很难解的 但是如果说这个牧师出了死亡灵魂 他没有那个 没有那个维能恩泽 那从一个末日身上解决 不过天生放了一张这个痛 天生真的带了一个痛 是 我这个到很后期了 就应该点一下点一下脸吧 不能点那个 万一有个北军就亏了 对 好 第一个428上场 很难藏 好这上末日 你自己去自己去想自己去结吧 他这个费用来说恩泽也是解决也是清不掉的 只有痛能清掉好像 对 说会不会狐狸会不会考虑四费的时候上双末日 我觉得他如果抓牌的话是不是就刚刚好不爆牌 好第一个末日 第一个末日他被痛了 被轻松的痛掉 如果好在是 虚恶之臭 天生这边就是痛掉一个之后 没有随从可以上 所以第二个末日还是解不掉的 所以下一个末日可能还是解不掉的 恩 恩 母费来说是切不掉的 好这边可以下一个末日 可依加接末日 可依加接末日 最好 最好这边是能拉出一个大法师可能就好一些 是因为那两个大地和红龙都在手里了 对大地和红龙都已经在手里了 是 好 空过 能出什么生物 老司机啊 是一张非常不好的牌 不过还好 其实打末师的话他没有场面 这个老司机也没什么问题 毕竟来说 如果没有刷破的大法师就只能看大地了 恩 大地就慢慢打 这上大地非常的关键 真的一定是要剪刀很多的那个直伤才能去用的 好他还在心小 看天使这套牌比一般的环木要脏一些 应该就是一个传统的环木 他带着这个饥饿之肉 脏了 他比别人的AOE可能多一点 可能想到这个飞虎可能会用这种快攻职业 因为最近那个飞虎用打远链也 T7链 T7链用的比较多是吧 但其实打脸萨的话也不是很好针对 嗯 打脸萨这套牌主要是要看那个萨板有没有弧 就有 有没有锤子 然后琪琪有没有随从 对一会儿有没有 三四啊这种薛局员这种东西 圣光炸弹 自己找个炸弹 出个僵尸 大地buff完之后手里的伤害是多少 对面手里是没有多少天使手里是没有多少奶的 嗯 红龙炸弹之后 好像伤害差不多 10 19点伤害 嗯 22 22加3 25点 伤害应该是够的 对 只要那边不抓快疗这种东西 好加个盾 先加个盾 对 给这个加 红 火球砸不了这个死亡领主 圣光炸弹 焦了也无所谓 那这个我觉得这个飞鸿应该是获胜了 嗯 主要因为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僵尸在场 还是一口奶 就这边 再来个寒冰剑的话 对 领活的这个场空太低了 冰环不行 那需要分两回合 新大银爆 对 好 还有7 先把双火球 快疗的话好像都死了 对 快疗能加到5加2 能加到14血 14血 然后这边手里的伤害是16 加上火虫点一下 加火虫16 上面还有个硬币 飞鸿的兵法终于跑了 主要这个 这个对局比较优势 对 而牧师前期的也没有抓来维多恩泽这种东西 让自己的这个生物站住 连打到这个牧师对牧师 果然是最后这个 就是这个牧师的一个 那个内战 看这个牧师形态是什么的 先说这个应该是 环木 不知道飞鸿是什么 应该也是一个环木 环木打环木 像之前我说的 除了不要对手抱牌 抱自己的牌之外 你觉得如果俩人要拼手牌的话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其实我觉得牧师内战的话 更多的是去打场面 和那个卡叉 就是像内战的话 带一个恩泽 带恩泽 或者带双恩泽 还有带偷牌的牧师 就是这边会比较有优势一些 好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进阵广告 一会来最后一场 牧师对牧师的比赛 英雄龙竞技场玩家徐梦蒂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 WCA2016世界电子竞技大赛 职业浴雪赛 S1赛季的比赛直播 我是海岛 我是青青 专业电竞品牌爱公为WCA2016 官方唯一指定显示器品牌 即WCA电竞馆赛事指定用机 爱公为荣耀而战 奥丰 WCA唯一指定电竞椅 八彩呼吸灯 四地扶手 内置蓝牙音箱 电竞选手爱用的电竞椅 至胜之道 掌指之间 狼派电竞装备 WCA唯一指定外设剑鼠品牌 极客 极致 极库 西伯利亚专业电竞游戏耳机 带你来一场身临其境的战斗 挑战1500万总奖金 竟想Dota魅力 英魂之刃 4000万玩家的共同选择 微端精品 3秒下载 肉血赛季 英魂喊你站一起 好 刚才比赛打到2比2 最后也是 来到一个内战 对 牧师打牧师 如果什么没有意外的话 应该是一个环木的内战 嗯 我认为环木内战 并不是这么一个很快 能够决出胜负的这么一个游戏 很有可能会打到疲劳 甚至是打到这个 挖矿 如果这个飞虎带 因为看到李伯是带了挖矿的 带了矿工 不知道飞虎带没带矿工 嗯 其实环木内战是很有艺术的 是 有些时候可能是通过战场 然后对手没有那个奥基尼环 是 轻我的场面 然后获胜 有些时候可能是要注意奥基尼 那个北军是不能随便过牌的 是 因为很有可能被对手占一个 对 连速师 然后 那环之类的东西 会爆牌 对 嗯 主要我觉得还是 但是两边这个如果是牌差不多的话 主要在于这么几场 首先过牌 双方都是会保有余地 不能完美的过 对 再次是在于这个双方抓这个 蜜角阿尹基斯这个概念 因为应该是目标很多 比如死亡领主了 北军了和其他一些东西 对 但一般是不会选择去拉北军的 一般都会拉一个 嗯 环木对环木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那天使这边骑手有一个馆长还不错 只有留馆长吧 下面的 看我们看狐狸他选择留了奥基尼环 双僵师 双僵师其实我觉得比较的 奎约这东西没什么用 对 除非你有奥基尼环 对特别怕奥基尼环 对 如果是我现在骑手下了两个那个肉浆的话 就特别怕这手 对面什么什么都出不来了 嗯 出双僵师 我觉得是可以的 其实内战是可以考虑用压场去赢的 那我就 那我就加个盾直接让过算了 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可以 好 找第二个盾 以后第二盾这是一个 好 没有 直接奔脸 那这边天使这边应该 还是要撞北军 还是要撞北军 拿了个卖钱 卖钱 就是那个问题 如果说我先有一个环 先抓三张 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他可能不太会这么冒险吧 好 这个北军送了 不要了 其实看天使这边了 如果他再下怪的话 有可能就会 嗯 肯定下麦田可以 我觉得 不会下死亡灵魂 其实我觉得可以考虑下死亡灵魂 那你下死亡灵魂 因为下半天其实很怕奥迪尼环轻一波 嗯 奥迪尼环轻一波 奥迪尼环轻一波还好 上映刚刚的奥迪尼环换的 应该可以 也是 是 但是你想看他两张牌换了 换了你四张牌 换了你四张牌 对 这两个好像全部一样 都一样 好 生命变埋 场上变干净 我多了两个生物 看这个生物是什么 说不就是尼瑟拉之类 哦 一个银树石 那这里会烧一下 出银树石都非常坑的一个 它的效果有时候类似于拍卖石 对 这正上两个生物 好 这个麦田归我了 我觉得这个生物还不错 嗯 起码带网语 拉过来然后解掉 好 这就是像你说的就是说 现在场上这个里波也很难解掉 这两个东西 对 他他只能说来奥基尼还 甚至是炸弹这种场面都没有用的 是 因为牧师这边的随口 屁股比较大的 对对对 炸弹没有用 是 他美活奶二最终场攻是六 嗯 哈里斯 那我觉得这边可以上图哈特 图哈特 然后会中个灭 中个灭 中个灭其实也没太大关系 图哈特技能就是说 我要把英雄的技能变一下 好 这边是选择 哦 诺瓦 诺瓦的话 诺瓦这边 诺瓦这边 他这有麦田 直接就换掉了 对 给就过一张 先给白富们拿一口 对 有没有盾 恩泽 恩泽是一张很厉害的牌 等一下就吃了 因为跳完都还是用独一重面 对 但是 如果好像他现在场面上不管是什么 加恩泽都不是特别好 是 但没有用 没有用 先灭了再说吧 灭了把场空叫一下 嗯 听说这边现在就非常的需要去过牌 过到解场 过到二技能还了 要不然真的很难再返场了 毕竟肥瓦有双埋葬 嗯 给张网宇生物 弗力这边应该会记住 其实那边会有个痛 哇 就给个砍血皮 哇这个好厉害 这个 这张牌带 卢蛇最早出的是 可是卫瓦和女王 被以为最强的 两个网宇生物之一 对 现在对于牧师来说 本身就是四公 而且还带网宇 除非你有缩小加抓 嗯 拿一口 为夏侯生花烂烂做准备 哦 这边这个环 其实我觉得可以裸交 不用交吧 就给自己拿一下 也可以 就省一张环 那这样的话 听说就算炸弹的话 也只能解一个四二的雪蹄 它不可能交炸弹来 还有一个小雪蹄 嗯 对 对面的雪蹄一口 它抓到什么能有用呢 抓到那个 抓到那个什么可能会好一点 哦 来了个奥金尼 对 我觉得它主要抓到那个 那个女阿姨自己 把这个牛抓过来 再好一点 嗯 诶 还确实是这边有一个缩小 那狐狸这边应该会考虑去埋掉这个奥金尼 嗯 它现在就是短剧面长解 因为它知道牧师打牧师 打脸的话 没有什么太好的这么一个前途 还是短剧面长清了比较好 可以考虑 只要把天师的这一个过牌手段的清掉 基本上就赢了 现在这个飞狐的优势非常大 看看天师这边能不能来一个埋葬 看看这个环葬怎么样 我们看其实天师这边不管有什么随手 狐狸这边都能解 好 女王也被埋葬了 本来天师觉得 因为狐狸这边有两个埋葬了 对 本来觉得这个已经快翻场了 出女王了 好 埋掉 埋掉第二个 解掉这个博文馆长 其实馆长可以不用去解 还是解吧 万一对面套个恩泽 然后一顿操作可能会让你不太舒服 还是要解标 解是比较稳的 如果你不解对面缩小抓的话 然后对面你反场能力也不是那么特别的强 这个双生追卡手了 都站不住场 看这个能不能抓一个僵尸 抓个僵尸其实已经差不多了 快疗 快疗打9 9加4 13 还差4点 对 来个僵尸就直接秒掉了 费用应该是不够 如果有费用 这会是能打死的 是的 但费用差太多了 我觉得狐狸现在可能在考虑这个恩泽 他交不交 恩泽可以多打2点 下个可以多打 是 他没有必要 因为这个场上优势这么大 他没有必要浪费这张手牌 嗯 这个痛 多小痛 哈哈哈 好伤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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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觉 但至少能占了一个东西 然后立了一个武功的怪也并没有什么用 对 那这边是鸡血 然后哪一口还要15 4点4点打你 2点3点支 这你受咬了 虽然伤害 这边费用好像是够的 好像是死了 6加6 12加46 刚好 负一点好像 对 多一点 那就恭喜飞狐 在最后这个牧师 牧师内战当中跑掉了 嗯 像你说这个没有奥基尼还清场 果然是打不了的 很痛苦的 是的 是的 其实我怎么看到 其实现在的牧师内战很难打到疲劳的 是 除非双方就是一开始就奔着去打疲劳去的 然后就不怎么过牌 一直在接手牌 他就恭喜飞狐获得了这个 进入了线下4强的名额 4强的一个比赛 对 他将 他的这个过程 其实从小小菜来说 一直是非常的纠结 就是 他小小菜只赢了一把 然后就最后就出现 然后在8进4中打到最后 他的兵法先面两关 然后呢 打点下跑了 然后兵法从那面这个牧师出跑了 最后的牧师内战处抓了比天师要好 不过相关的时候天师带了一张痛 带了一张这个极恶之咒 感觉对快攻的这个 抗性比较强 对 他打镜像可能没有这么强的东西 加上你会天师骑手非常不好 双僵尸 双那个 雙那个 快攻的一种对局 在打这个牧师内战的时候 这都是给对面一个AOE直接翻盘的那种东西 尤其是狐莉这边骑手 他选择留了奥金尼环 对 是非常好的一个骑手 他没有留环 他留了奥金尼和 他留了奥金尼和环 留了奥金尼和环 那可能是 所以狐莉我觉得他可能是 他可能是比天师这边更加深 安打牧师内战的道理 所以说天师这个 最后牧师链输了 也可能跟他这个 抓快攻的这个牧师输了对手 这个中后级的牧师有关系 好 我们这场巴基斯的比赛道理 我们下一场的比赛是晚上五点钟 是来自这个同福的张伯 对着牛逼的若姬 好 我们五点钟再见